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小七说电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七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人体异能的故事 东北的嘎大发生了一些军事研究基地离奇爆炸的事件 此次爆炸致使三名未完全研究成功的试验品逃离了此处 他们逃到香港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惊动中央后上级派出了人造超级女警聂玲前往缉拿三名恶棍 于是聂玲秘密偷渡抵达香港,但是被巡警发现 但巡警哪里是聂玲的对手呢?很快他就甩掉巡警与街头人会合 教头老君和小飞三人抢劫了大量进银珠宝准备逃跑 上次派尹秋水去抓捕三人 但是人美无脑的小美不小心被牵连进来,导致尹秋水任务失败 聂玲追上了正准备逃亡的三名试验品 一番打斗后还是被三人逃跑 这时聂玲使用可以消除一段记忆的枪向着尹秋水撤去 当她在醒来时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尹秋水于是带小美回警局审问 但是小美什么都不知道 从小美回家时又被人追着车屁股跑 无奈之下尹秋水把小美带回了自己家 但这时女友回来了,小美只能先离开 此时聂玲也来到了此处 尹秋水和小美用计夺得是一枪,朝着聂玲就是一枪 还使用这把枪消除了女友的记忆 之后尹秋水带着聂玲打算回去讨工 奈何聂玲背景清白,无措可循 上次对着尹秋水就是一顿数落 她长着手里有失忆枪的缘故,暴揍了女上司 另一边聂玲失去记忆后变得能吃能喝 尹秋水和小美只能把无处可去的聂玲带回家 而这时三名试验品的弊端开始显露 小飞变得娘不吉吉 教头的手也抖得停不下来 在聂玲恢复记忆后又开始展开了对他们的追踪 对着教头就是一个旋转连环踢 于是三人赶忙逃跑 三个人想去找秦氏博士改造自己 而聂玲也发现了街头人的真面目 街头人准备对秦氏下手 这时尹秋水派上了用场 她找到了秦氏的住址和小美来到了博士家里 发现博士已经被街头人挟持 教头和老君也来到此处 威胁博士改造自己 没办法,博士只能把老君改造成了超级无敌版 聂玲在解决小飞后也赶到此处 先打倒了教头和无敌帮老君展开了决斗 结局当然是邪不胜正啊 反派们都被解决 好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击关注哦 小气风里雨里和你不闲不散 拜拜 拜拜